無可否認中國製的商用車在香港市場上 已成為其中一個主流 眾多國產車之中 印象最深見得最多的是哪個牌子呢 我相信東風都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香港有很多企業 早已用了5噸半車及9噸9的車 隨著兩地通關後 穿梭兩地的物流業一定會越來越興旺 而載貨更多的16噸車必定會成為搶手貨 我知道很多車主都密謀想換車 有見及此 我今天找了一部最新的東風天錦VR16噸車出來 除了嘗試好不好之外 我還找了一位上一代天錦車主和我一起試車 看看新款車可否能打動換車 在試車之前和大家回顧一下東風車廠的歷史 東風汽車集團前身是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 成立於1969年 現時總部設在湖北省武漢 是一間擁有接近20萬名員工的國有獨資企業 看看公司規模就知道它是大爺 尤其它們的中型和重型貨車 在國內的銷量更加有領先的地位 旗下的產品還有房車、七人車、SUV、巴士、電動車 甚至解放軍都是用它們的車 可以說是一間非常全面而有實力的車廠 車廠有實力是否代表車會那麼厲害 我們先看看這部最新款的16噸天錦VR 車頭上最大的改動就是用了一個很大幅的黑色鬼面罩 除此之外就是在車頭A柱下面加了一個像道風版的設計 有沒有實際用途我就不清楚 但肯定先認識了 除此之外新款的天錦都有一個很容易認的特徵 就是車頭所有的燈都分開擺放 看來好像用了一條很巨型的雙層分霸 跟上代有很大分別 我就覺得新一代天錦外表 有點像日本車和歐洲車的混合體 說就這樣說 實際它的車價比不上日本車呢 當然不會去到日本車和歐洲車的級數 它現時的車價是43.8萬 比起同級別的日本車的車價 平均平均十多萬 對比歐洲車更加便宜得多 仍然維持到國產車最大的優勢 車價便宜了這麼多 當然車上的豪華設備少了一點 我們上車看看是否真的這麼快 如果買一部16噸車回來跑中港長途的話 司機的座位舒適性非常重要 天錦這部車司機位沒有電動功能 亦沒有手枕 但不動車是否真的有舒適性 待會試車便告訴你 看看天錦的車廂 其實以實用為大前提 基本上所有操作制都在中控台上 連軚盤上都沒有任何附加制 司機真的可以安心駕駛 雖然車廂沒有花巧豪華 但有兩點我非常欣賞 就是整個駕駛艙周圍的設計都好像包著司機一樣 而司機頭頂上又有儲物空間 基本上可以說觸手可及 對於一些經常上路的司機真的很方便 而另外雖然不算有甚麼特別豪華設備 但標板中間的顯示屏 可以顯示的資訊相當齊 可能不少的香港用家都會用天錦作載貨用途 但其實天錦就不止載貨那麼簡單 據知在國內除了一直是市政的用車之外 還有很多專用車的首選車型 原因是底盤有極高可塑性 提供了一個上街的平台 幾乎甚麼類型的專屬改裝 都可以不用大改的底盤就做得到 這樣就可以為了用家省到更多的成本 而香港的代理 而且還特別引入了五款不同的軸距和底盤的長度 比起同級日本車選擇更多 既然這輛東風天錦 就說明設備比較基本 是否它是一輛穩打穩摘的穩食車 我們試一試是否有力量才知道 我先說說這輛車的規格 它用了一副6,700cc的柴油Turbo引擎 對比起同級日本車對手 它是少了少少cc 因為有個比較黃牌的日本車 它同級車會用上7,000多cc 它只有6,700cc 所以很明顯是容積上比較小 但是馬力會不會小 這輛車絕對不會 這輛車今代是有290匹馬力 對比起同級日本車 同級日本車是王牌的牌子 是275匹 多了15匹 在馬力上優勝了 這輛車最大扭力是有接近1,100Nm 它的輸出亦是非常廣闊的 我們一會試試看它的扭力夠不夠 我初步試過這輛車 我發現它的扭力 大概在1200至1300轉的時候 輸出是非常雄厚的 感覺就是氣股底下坐著千鈞萬馬 很好力 當然我今天這輛車是吉車 但你聽聲音都感覺到 它的噁聲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駕駛歐洲車 我不覺得它像國產車 唯一令我覺得 還有國產車的感覺 就是它依然在用棍波 很多的專業司機說棍波可能會更好 但我一直都強調 如果賺錢的 其實自動波可以令到 CK大大減低了駕駛的壓力和疲勞 所以你說棍波好不好 棍波好 對於一些專業司機來說 棍波又可以駕得很好 但如果你說想輕鬆一點 必損的一定是自動波 現在這個陸出棍波操作上又好嗎 老實說我不會說它很好 因為它的波檔閘 我駕上去有少少棍 不算嚴重 未需要我用Double Clutch來轉波 即是我都是當私家車這樣駕 譬如說我一腳幾指踩下去 然後就馬上轉波了 你說要不需要保油 拖波時讀保油可能會更順利 但現在我正在走五波 我五波要上六波 我都是一腳踩下去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做兩下幾指 而另外我想說說 這輛車的軚盤 它的指向性不錯 不會說走來走去要經常調節 它沒有的 雖然軚盤也挺大 但不會說走來走去 很容易走到你想走的行車線 雖然這輛車沒有任何的安全設備 例如link keep 但由於軚盤也不會說走來走去 我亦都不用擔心說可以走到隔離線 怕它會影響到別人 而且這輛車我發覺它的鏡子很好用 這邊兩隻鏡 那邊三隻鏡 尤其是在左邊下面那隻鏡 非常好 可以看到三條線 除了三條線 可以看到我的左前輪 那塊鏡很重要 這塊鏡也很好 剛才我試車之前跟大家說過 這輛車是用了氣墊的座位 司機和乘客都有 我現在坐上去 我發覺氣墊的功能大不大 又不算有很大的幫助 令我增加了舒適性 我這樣駕駛也有一點點顛簸 不算嚴重 未至於好跳 它有一點點緩衝給我 但我很想它有一個小手枕 如果有小手枕在這裏 有些人說轉波會阻礙 但我又不覺得 如果有小手枕在這裏 我可以調低一點點 調低一點 在這裏做轉波 我的手可以浪一浪 不用太累 尤其是駕駛長途車 高速公路 五波六波都是這樣 這裏駛著是舒服一點的 試一試這輛車的廢氣煞車 廢氣煞車的效果 不算非常明顯 亦不會像歐洲車一樣 有幾段式的廢氣煞車效果 只有一段式 它有拖慢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先用廢氣煞車拖慢 然後再拖下一個波 這車就會收得順很多 不過我發現這車的封閉力 又不算很硬 踩下去 不會踩到像拜神 沒有這種感覺 不算很硬 比較容易掌握的車 都是說一句 你要靈活活用拖波這個技巧 駕駛這些大車 挺好力 在這些迴旋柱一出來 我用三波進迴旋柱 來到這裡的暗斜 基本上一三波一上來 立即要轉四波 另一樣我想到 這輛車的設備有齋的好處 就是我經常聽過 那些穩食司機都說 這輛車有很多功能 經常像鬼馬六般 像聖誕樹一樣 這輛車都沒有什麼 古靈精怪功能 即是不會亂著這些燈 我駕駛這麼久 在前面的標板上 我一個警告燈都未見過 我只要用廢氣煞車 就會廢氣煞車 這裡有一個就是 刀後鏡的加熱燈 標板很簡潔 這東西真是不錯 這輛車還未適合那些 經常都說 覺得這輛車太多功能 怕它壞電子東西的那些 師兄駕駛這輛車便對 它都沒有什麼電子東西 是非常純粹的賺食工具 先要操好你手棍波 接著就駕駛這輛車賺食 好氣好力 現時如果以16噸國產車來說 這輛東風的天感 基本上只有一個對手 就是中國重器的16噸車 那這輛車還未試車 日後有機會試到 我才可以比大家有哪輛特性 但我想說的是 東風有個好處 他們的車是非常廣闊 由小車到大車都有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是很有利 它可以吸收到小車的經驗 或者大車的嚴苛都可以達到 所以這輛16噸 我覺得它會集結了輕型車的 容易操控、容易駕駛 亦都會有重型車的內疚性 這輛車290匹馬力 我駕駛上去我覺得非常夠用 但實質和舊款的比較會是怎樣 我們今天找了一個上一代天感的車主來做訪問 我們問一問他 讓他試一試這輛車 看看感覺如何 和上一代的分別又如何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邀請到威哥 上一代天感的車主 你和我們做訪問 多謝你先 威哥 我知道剛才你已經試了這輛新款的天感 你又駕駛你那輛舊款的天感 你覺得兩輛車在外觀上和車廂 有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呢 最顯著就是鬼面罩 新款霸氣了 還有擾流 裏面新了很多 全部都隔身了 錶板又大了 豐富了 將椅子又包得很舒服 坐得很久都不會累的那一隻 威哥 似乎你對於新款天感的樣子都很滿意 你剛才駕駛完車之後 你覺得和你舊款的車 在駕駛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改進呢 改進很多 入波又輕 距離子又輕 軚 還好像好軚一點 好了 威哥 我知道你公司都有不少貨車 這麼多種牌子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東風國產牌子 第一件事是便宜、漂亮、正 還有買新車有現貨 不用等 零件又充足 我就選擇它 還有我都有兩三架做中港的 上面有24小時的維修 即刻即到非常方便 怪不得威哥會選擇東風 今天多謝威哥來接受訪問 謝謝你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攝東風的試車片 以往雖然我試過不少的國產車 不過大部份都是5.5噸或9噸車 甚少試到今次這些16噸車 事實上在香港的國產商用車裡 東風可以說是非常全面 有30噸 眼前的16噸 還有9噸9 還有最好賣的5噸半 可以說完全覆蓋了拖頭 重型 中型 以至輕型車 據知代理接下來還會回到3噸半的車 所以東風應該是現時車 是最龐大的國產牌子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可以試完整個系列給大家看